啪啪啦啪啪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 ワイDiary 拼貼第八回 這次要來看到的是 第一回登上我們拼貼作品的心儀朋友 他們分別是 氣質優雅筆觸細膩的聚光棉 以及風格清新又多變的J.A.V Design 巴巴巴巴 一起來聚光棉 GO 聚光棉 我们使用的材料有 PET胶带 守护女神 其他的还有PET胶带 从朋友商里面拿到的 还有JAB的纸胶带 以及其他朋友们分给我们的纸彩和皱书宴 我们看到这里的女神们啊 仿佛重现了古代神殿的雕刻感啊 她的色彩用的很浓烈 而且笔触也非常的细致 一看到她们呢 就会忍不住联想到一些神话故事啊 可以搭配的元素也 非常多 这一次啊 我们就还有多使用像这样子的旧书包啊 以及蕾丝纸这样子的材质 去营造她的复古感 用这些沉稳色系的素材 来衬托女神们的美好 实在是Jopay啊 然后看着看着呢 似乎也可以感受到这一股 美貌的神奇力量 我们使用到的素材有 PET胶带 金透人鱼 其他还有JAB的PET胶带 以及自己印的核纸贴 一般来说人鱼在传说和童话里面啊 很常被赋予一些悲剧性的感觉 那就在我们PET胶里面 我们搭配后面美丽的同色系城堡啊 让主角人鱼就像是能以城堡为避风港一样 在这片海洋中自由又优美的长阳 那我们还使用了粉紫色的核纸贴来打底 是不是很浪漫呢 隐隐透出粉嫩色的元素们啊 真的是非常优美 那我们左下角还有这一种金色的艺术质 那希望整体看起来可以营造出一种心晃神仪的美好 好 现在第二个系列我们要进入到的是JAB Design的相关应用 使用的材料有JAB Design系列的 纸胶带 订票券2 PET胶带 春季花卉 其他的呢还有使用到Wisage Prints啊 还有奇事先生 小行星 文具人格啊 以及文具朋友们分享到的一些素材们 我在拼贴之前啊就有在想说 像这样子的电影票券啊 应该怎么样当主角会比较出色 结果后来想一想 诶 他如果拿来当成福度的角色 似乎更不错 所以呢就拿出整体氛围都很适合的复古素材们 像是这里的复古妹子还有票券哦 那像这种叠加的拼贴方式啊 我其实都一直在练习 看能不能更精进一点 那也多亏我们的朋友们啊 还有之前有购买到很多很棒的好素材 才可以像这样子有点丰富的层次来 我自己觉得这次拼贴起来 画面上看起来挺平衡和谐的 复古素材们搭配起来看起来很快乐嘛 那我在这个角落还搭配这种 春季花卉的元素啊 就想说 诶 给他画龙点睛一下 应该还不错 我们再来介绍一个JAB Design的系列应用 我们使用到的素材是 JAB Design系列的春季花卉 千言希望之意 其他还有MALUKO小画室 以及自己印的合纸贴 看到这一次的花卉素材啊 我立刻想到要诗情话语一番 所以搭配上小动物情侣 真是非常刚刚好啊 那我们底色呢 还使用这种粉色的合纸贴 来增加那种粉红泡泡的氛围 接着使用上柔美的花卉们啊 让主角和蚊子更加凸显 带出一些春意昂然的恋爱感 我们把这些素材融合在一起 做成一种克卡的形式 但是我觉得也是还蛮饱满 而且又很活泼 主题呢其实非常一目了然 不你觉得这次可爱啊 还有温暖感、艰巨的风格 让人一眼就爱唱 早上自己会弹指 看起来的嘴巴 欸你会有 我不行啊 那我只有左手的合线 这一种就是 松长令散 松长 我好像在挖鼻孔这样 谁挖鼻孔呢 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过了 八回合的拼贴成长之路啊 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 要我们的拼贴之旅不孤单啊 我们也会在拼贴路上持续坚定努力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点击留言 想看更多详细的拼贴美照 欢迎追踪了你的IP哦 好的大家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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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